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6月10号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恭喜大家端午节快乐 那今天端午节呢 就不骂人啊 我们就 要以冷静的心情呢 来聊聊呢 最近的事情啊 首先呢 我必须称赞呢 我们这个平台的观众呢 哇 你们的水平呢 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啊 都是做大事的人 我相信你们不是大老板呢 就是呢 很高很高职位的 都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因为我看其他平台的留言啊 从媒体平台 到其他几个自媒体的 只要一讲起这个才有补贴被取消呢 下面了 几百条啊 整千条啊 都是在那边骂 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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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骂骂骂骂的闲啊 但是我们 本平台的留言呢 完全不一样的喔 啊 全部都是啊 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赞同的人还不少 为什么赞同的理由有理有据 一些我都真的很佩服你们 真的很佩服你们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 我做这个平台的目的 我就是要把马来西亚的 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高端分子 我们一起聊聊国家大事 希望我们聊聊这个国家大事 我们可以对这个国家有帮助 而不是在那边情绪化 而不是在那边只是骂骂不停 而不是整天在那边抱怨 怨天尤人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相信我们的观众 都是这么理智的 而且我们观众很多留言出来的东西 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大家都竟然看得出这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Respon 所以昨天第二财政部长宣布了之后 我们要看看各方面的Respon 是如何 所以今天已经得到那个回应了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丁城的Sungai Pakat补损 这一次呢 我不像那个新骨猫 一个月前我都讲了 新骨猫我这样就赢了 这一次呢 我个人比较认为回教党会胜 这个公正党应该打不够回教党吧 我相信你们同意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伊党的PASS呢 他正式发表文告 针对那个财油补贴被取消 人家以为国门是反对党吗 人家以为伊党是反对党吗 那那个伊党加拿赞成啊 赞成啊 所以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以后不是安华做 就是伊党做 马来西亚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英雄罢了 不是这个西蒙呢 不是安华呢 就是回教党啊 其他通通 其他通通不行啊 不能用的了 所以你看回教党 你看回教党赞同了 你就知道回教党多厉害了 回教党成福多深了 回教党呢 能得天下 回教未来大马呢 真的是回教党了 因为他作为一个大胆呢 现在全国会最大的那个政党呢 他有实力吗 他去分析一下 他就知道应该取消 他们赞同取消啊 但是我们看看一下呢 另外两个人的立场啊 所以马华公会呢 立场已经出来了 也贴了很多赞了 那个黄日以黄日申为首啦 最具代表性啊 他讲说政府呢 讲的东西呢 总之他反对就对了 一句话我一句话讲了 马华不就是一个双民呢 不就是跟那些千千万万条留言 那些双民一模一样的啊 你这样的人可以管国家啊 这样的人可以执政国家啊 自古那里有双民治国的 是不是 你给马华执政啊 就是双民治国啊 大家等着完蛋啊跟你讲啊 等着你要生意等着亏本啊 OK 然后再来呢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人物呢 就是 就是未来之星啊 那个贝格马 阿克马呢 他的立场让我大肆所望啊 阿克马呢 是持反对立场 他讲说哎 Slow slow 他还不是完全反对的 他就讲到Slow slow slow 啊这个阿克马呢 就这样子完蛋了 阿克马呢 绝非英雄也 啊 所以呢 阿克马呢 不是安华这样的人物啊 所以呢 他不需要我们再值得他 关注他什么东西了啊 这阿克马反对呢 也真的让我大肆所望啊 我以为阿克马以后会做首相的啊 这个人也看来就是平庸之辈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 今天呢 自从安华昨天砍了这个才有补贴之后呢 我终于明白老马的心情了 啊 难怪老马把安华关在监牢十多年 不让那个安华起来 因为安华呢 乃是真英雄也 啊 其实呢 那些那些 其实网民已经找出那个资料了 从纳吉时代开始就要砍了 纳吉要砍 砍不到纳吉自己倒台坐牢 丁丁 要砍不敢砍 丁丁呢 被倒台 没有他做首相 然后那个睡不醒 不要讲啦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其实呢 安华为什么砍下去呢 因为他看见纳吉跟丁丁的失败吗 因为他们没有砍了 而失败吗 所以安华呢 狠狠地砍下去吗 还是真正会做事的人吗 所以讲起那个三国时代啊 啊 那个曹操啊 那个有一次就跟刘备讲了 哎呀 这个放眼纯天下都是废物啊 那些通通废物来的啊 啊 虽然名声很大 那个金兜某某 那个一周某某 那个什么什么 啊 通通废物来的 我跟你讲了啊 啊 这个世界上呢 只有两个人是英雄 就是我曹操呢 跟你呢 刘皇树呢 我们两个是英雄 吓到啊 那个刘备啊 幸亏天上打雷知道吗 天上打雷那个刘备啊 那个手中的筷子啊 马上掉下去 然后做那种啊 OKU的动作 OKU OKU OK 那个曹操呢 看一下哎哟 哎呀 刘备他都OKU了 他常备了 这个人没有什么用啊 即使他很厉害 他也OKU OKU了 还什么用 是不是 幸亏 幸亏刘备呢 激紧啊 假假扮演OKU一下 啊 要不然啊 他过不久就给曹操杀掉了啊 曹操都讲到 这个世界上级我们两个是英雄 过不久就杀他了啦 啊 那这样子OKU OKU一下呢 啊 哎不要紧拿OKU了算了 啊 所以呢 你看 后来我们就知道吗 刘备呢 多么心狠手了 啊 那个吕布呢 被那个 曹操抓到的时候 吕布被 搬起来的时候呢 曹操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曹操做事呢 从来不犹豫的 他偏偏对吕布的时候呢 他犹豫了一下 他不想杀吕布 啊 这是其实 我们看整个三国故事也是第一次看见曹操这样子的 啊 所以他就自己犹豫不觉呢 就跑去问刘备 那刘备在他身边 哎 刘桓树啊 该不该杀吕布啊 刘备讲啦 你忘记 吕布是伤性家努啊 他杀掉他两个八八了 你还收留他 啊 你不杀他下一个轮到你 还有这个曹操一听啊 马上下令呢把吕布弄死了 啊 啊无论怎样都得弄死啊 所以呢你看刘备才是做大事的人吗 所以天下英雄真的是只有曹操跟刘备两个人吗 啊 所以你看 曹那个刘备接着曹操的手弄死了吕布呢 才会有三国啊 啊 要不然吕布还在呢 那个刘备那有可能 起来 是不是 要不然以后变四国嘛 刘备那个吕布多一国嘛 所以呢你看他 做大事者呢就是心狠手辣 他就叫曹操看 直接砍掉了头你怕什么 啊 砍掉之后呢 还有三国引力吗 啊 所以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啊 所以你看那些 大老板会做生意的 啊你昨天听到那个才有起价的消息呢 啊怎样啊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些商家不用担心那些老板了 啊 啊 所有的老板今天都在开会开什么会 就是我们要起价多少钱 怕什么 起啦不用请的吗 怕了不用怕了吗 是不是 啊 最最糟糕所以我真正可怜的就是打工人啊 啊 所以我还是 向所有的打工人呢替老板求情一下 当你们要起价的时候呢拜托呢 记得起员工的薪水 啊 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全国啊全马来西亚 昨天才有 补贴取消到现在呢 没有一个人呢出来讲话 叫老板呢 给员工 涨薪水 所以呢 现在 第一个讲的呢 就是我 啊 我呼吁呢 全天下全马来西亚的老板呢 赶紧给员工 涨薪水 啊 让呢一切都给他涨起来 啊 你们薪水涨了呢 你们就不会反对这样多了 啊 是不是 啊 如果你做一个老板呢你不敢请假呢 我也是奉劝你把生意关掉 因为 自古以来呢 所有做生意成功的人呢 都是那么心狠熟的 都像刘备那样子 曹操问 曹操还犹豫不觉问他要不要杀吕布 杀 啊 哇我以前的我几个老板娘都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看他老板娘女人穿高跟鞋啊 啊 他们做生意起来呀 哦 那个男人都不够不够他们来呀 啊所以他们的生意他们才会开到整百 百多间店啊 那个几十间店啊 每一间店赚每个月赚整百万啊 啊 这样子呢 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嘛 才是真正的 是不是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所以呢这个三分天下呢 不会啦不会 啊 但是伊党呢未来呢必得天下你看 伊党呢赞同取消财油补贴 啊 真的是做大事的 伊党是做大事的 难怪伊党现在有四个州 啊 伊党呢以后不要再这样极端了 他找多一点这样的人才呢 啊 找多一点年轻的呢 这个伊党呢 以后就是回教党做政府的啦 这是很肯定的 啊 所以伊党呢要准备呢 执政 执政马来西亚了 啊 你看伊党 如果现在是回教党执政了回教党照样砍了不怕了 啊 因为回教党呢 是真的有料的 他们是真的厉害 嗯 这个 马华呢 就我刚才那句话讲了 你们就是双民嘛 啊 就是和那些双民一模一样的 啊 你们是一个60多年历史的政党啊 是马来西亚创国政党啊 没有马华没有马来西亚 我再提醒一句没有马华没有马来西亚 怎么60多年后呢 沦落成为市井双民啊 啊 讲的东西跟那个双民一模一样啊 真的是马华的沦陷呢让人极其极其悲哀啊 然后再来巫统的未来呢 巫统的未来阿克马呢 也是一个处事优柔寡当 由于不绝的人呢 所以这个务卿还展呢 他也没有办法承担呢 这个巫统的未来 所以这个巫统未来呢 注定做老二 所以未来呢 就是希盟跟回教杆的 之间罢了 这个呢国政呢已经被排除出去了 啊 所以你看阿克马的 言论就是呢 今天应该分阶段slow slow slow 啊 你看 所以我我一直以为阿克马呢 他是一个很敢做事情的人嘛 啊 如今看起来他是属于那种的 啊 你们看出他个性了啦 所以 他真的不是英雄 啊 小小事情呢 啊其实这是很大事情了 啊就看出他是英雄 真正的英雄呢 回教党 啊 回教党 赞同 啊回教党只是提醒政府啊 你不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啊 啊 只要你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之下呢 啊回教党呢绝对支持 所以呢 你看今天有人反对吗 没有人反对啊 人家今天应该骂到政府骂到罢工啊什么 没有啊 因为回教党支持啊 啊 现在是回教党 执政回教党是砍的 所以看到了没有 啊这些大的党你不要看这些小的党 小的党那就不用看了 你就看大的就可以了 既然那个 啊西蒙跟 跟回教党两个都支持呢 那么这个是 迟早要砍掉啦所以 我就很庆幸呢我们的观众 也全部清醒了醒来了 很多观众都讲了 迟早要砍的啦 啊 迟早要面对事实的啦 你们才在那边啊整天拐账族啊 还在那边什么 啊因为拐账族一下呢 你就懒惰不做工啊 你就不赚钱啊 啊现在是没有办法的 你要面对事实啊 全世界都是面对这么残酷的事实呢 马来西亚呢 不要再继续的拐账当中 OK 所以呢 马华的言论呢纯属双民言论啦 啊突然间涨55% 那你就知道政府是补贴55%咯 啊 每卖一公公升的柴油 政府就要补贴55%咯 啊 这不是 纯属双 双民言论啦 啊这些讲的就还可以那个 补贴呢 可以 马华还是一个呢很怕事的 整天叫补贴补贴 他比老马更加老马 老马都没有叫老马 他们比老马还更加老马 难怪叫马华 啊 补贴政策呢就是老马出来呢搞的嘛 所以老马自己是印度人嘛 印度人呢是不可以做马来西亚首相的嘛 他就讲了 马来西亚首相只有马来人可以做首相呢 印度人那里可以做马来西亚的首相 所以老马呢 就搞了这种补贴政策咯 好了 既然因为他是印度人那么没办法 老马确实是印度人 他不小心做了马来西亚的首相 啊 他现在要拿钱呢 设住你们每个人的嘴巴嘛 所以他就出这种补贴政策嘛 那个每一个人的嘴巴 你不要讲我是印度人啊 啊我钱就塞在你嘴巴 啊就是汽油补贴 鸡蛋补贴 汽车补贴 哎什么补贴 反正 反正补贴都是老马 搞出来的嘛 因为老马对他 身为印度人的血统呢非常的自卑嘛 所以他为了要弥补呢 他就推出各种各样的拐散政策 以保住呢他的那个正存嘛 当然这个魏总讲的这个是 有一点就是 其实我提醒政府就是 只要有ROTEC 你有还ROTEC 柴油车ROTEC 就请给200块 就这样简单你不要问 不要问什么车 不要问你的车哪去在小三 哪去在小四哪去在外劳 你只要有ROTEC是柴油车呢 请给補贴200块 OK 这个 啊政府你听好我这句话就可以了 所以呢你看 前几个首相呢 没有一个人呢 敢做 啊 啊 没有一个人敢做 啊唯独安华敢做 所以难怪老马呢 老马 讲了 他生命中最大的敌人呢 就是安华 啊 所以 安华这次砍了下去呢 啊 He is somebody He is somebody OK 所以就这样子 算那个战呢 就这样子电费津贴取消 啊那个财油补贴取消 省85亿 啊 电费津贴取消了之后呢 你家人家有骂吗 人家装太阳人了了 装太阳人还撞回钱了 啊 装太阳人还倒撞回来了 啊然后呢一些人呢就开始研究省电了 开始 开始 不像以前这样子吗 冷气开24小时 啊 不是开一架 纯间屋只开24小时 我们KL的人是这样子 很奢侈很浪费的 因为津贴取消之后呢 人家就不敢这样开了 最多 开一架冷气开24小时 而不是整间屋只都在开 然后现在柴油补贴之后呢 啊人家就不要再买柴油车了 啊 人家就准备要换 车了嘛 是不是 所以这些是那些 啊网民找出来以前的资料啊 啊 2014年呢 纳迹就 就准备取消了嘛 然后丁丁的时候丁丁也是要取消嘛 啊 所以这两个前手线因为他们没有取消补贴呢 他们都暗朗下台了 所以 暗华呢 他当然了 这个这两个是前车之间你不敢砍了你下台啦 啊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背后势力啊 啊其实就是那些 那些accountant啊 那些所有那些算账的呢 叫政府一定要扛 啊你不扛 看那些根丁丁的后果就知道了 所以呢 有媒体呢就开始提早炒作呢 这个ROM95 但是ROM95呢 要等到财政预算案之后啊 因为我看见那个政府里面的statement是 他要经过今年财政预算案呢 到时他会讲 预算案出来呢 然后明年呢才开始调整 然后ROM95的损失还没有这样大 没有像柴油这样子啊 啊 你看我们的观众留言多么好笑 啊 他讲的现在啊不用抓鱼了啦 啊 就是把那个柴油载到印尼去卖啊 啊 一出海就载到印尼去卖啊 啊 其实呢他们打多少油呢通通有记录的啦 但是很多很多真的是那些渔船的那去卖啊 所以既然这样呢 这个 渔船呢 敢敢跟他起到2块15分 OK 其实真正起价呢 就是这个在那个油站卖的那个油啦 啊 油站卖的那个 油呢起价罢了其他呢 你讲那个巴士没有起吗 巴士已经跑电动了啦 啊 那些LOLI呢没有起吗LOLI维持2块15分嘛 啊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走势机会呢是剩下渔船罢了啦 渔船1块65太低了 这个一定要调整一定要起 啊 然后呢 试驾车呢只要你有ROTAT呢就能够给200块 啊 所以 真的政府不要在在为难什么 总之你有ROTAT有试驾车的 你每个人就得给200块 去补贴就可以了 所以依然还是有补贴吗 只剩下那个油站那边呢卖3.35分啊 假如你没有柴油车呢 我问你你去油站打这个油做什么 你去买这个油做什么 对不是 啊 所以呢 反正都没有起吗 所以那些无良商家们呢 都不要趁机来 断断起价啊 啊 实际上也起不了那个 LOLI议案的钱吗 什么议案的钱吗 那个鱼还是1块65分吗 鱼也不会起价吗 对不对 啊 所以呢很多人呢 看见政府的立场之后呢 就要准备呢新能源车了 要准备呢这个电动车了 所以我跟你讲呢电动车真的是 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而且中国在这个新能源车那边呢真的是真的是赢了 啊那个欧盟呢讲说2030年呢强制 全部把那个油车取消掉 结果呢你看 欧洲人 现在呢沦落了吗 那周恩来就讲对了周恩来讲未来就是亚洲人的天下 结果是亚洲人啊我们 中国人啊 做事情才做出来啊 现在的 便宜的电动车便宜的新能源车全部中国做出来啊 现在中国啊全部都是开开这个电动车啊 啊 所以很多年了我没有去中国了 我那天才去中国我就看到 他们街上全部加那个 那个电动摩托的 啊 啊 啊 加电动摩托是不用带帽子的 他们全部加那个的 啊 那里有人要去加那个打油的车 那个油这样贵 啊 所以他们的政府批准人家加那种 电动摩托吗 这个马来西亚 啊 但是啊 因为那个 文子脚车的事情呢把所有的这些微型交通工具呢 BAN掉 这个简直是开倒车你自己去中国看一下中国满街上人家加那个摩托啊 那个回家又便宜啊又省钱了 啊 人家全部用那个啊 啊 没有人要驾车的啦 啊 去远路呢 一家人去远路呢才驾车而且全部驾 驾电动车嘛 这个就是 时代的那个趋势嘛 那我下个月去中国呢 因为我是很多年没有去了那个特别是疫情之后 啊 下个月我就要亲自去做高铁 啊 我一定要亲自去做一次 啊因为我们知道马来西亚要做高铁啊那些酸民啊又来酸啊酸道啊一大堆 OK不要紧我亲自去做一次 我才有资格讲话 啊你现在叫我讲那些龙金高铁讲那些东西呢 啊我我真的我还没做过高铁呢 我也讲不出来啊我去做一次回来之后呢 啊我才能够 更有 说服力的去讲这个东西对不对 啊 好了所以 这一期呢给大家看到呢 啊这个三个 地产已经出来了 啊 还有一个漏了讲就是昨天晚上就已经讲了的就是那个民政党 民政党的刘博士 大家笑笑就好了 啊 马华虽然是酸民啊马华的酸民还是酸到有点水准的 那个 刘博士讲的 你们昨天已经看了 我真的 哎呀我知道这个这个 民政党也是沦落到啊 讲当年那个林静益的时候呢 讲不到今天的民政党也沦落到 哎 我们那些算名比他更有水准了 OK好 所以阿克马呢看出来他是由于不绝的人嘛 那这个马华看出来呢不过是一届酸民嘛 啊 然后呢这个民政党是比酸民更加露一层的东西嘛 然后呢回教党呢 才是真英雄 回教党呢是可以跟希盟呢 争夺天下的人啦 啊对不对 啊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啊 本期的内容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 这样商量是中國大利亚的创誌